假如你還一直出錯的話 你可以直接看雲端白板裡面的這一段 其實就這一段 OK 但是不建議你直接複製貼上 複製貼沒意思啦 因為你複製貼當然很快 可是問題你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其實我主要是分成幾個階段完成 第一個是Find什麼 Find0的位置 如果找不到的話就Effail 再去Find什麼 Find0 如果還找不到的話呢 那就Find區啦 所以其實是分成三階段去找 所以這個有點固定的邏輯 以後你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去解決你遇到的問題 其實還蠻常遇到這種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 那可是後面的字 比如說我已經找到前面這個字了 有沒有 就是如果有0就找0 如果有理就找理 如果沒有理就找區的話 那前面的字 可是後面還有一個字 到底它是什麼 是路呢 還是街呢 還是道 其實特別注意 這個是統一 就是歸納出來的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要不就是什麼呢 要不就是萬寧街 要不就是路 所以其實 它基本上呢 大概邏輯就是 一定是先找找看有沒有路 路好像最多 其次的話呢 就是街 再其次的話呢 那應該就是道 因為後來發現 我做完之後發現呢 還有市民大道 有沒有 這個有個道這個字啊 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 也叫 有一條路也叫道 叫什麼 叫凱達格蘭大道 不知道各位知道嗎 就是總統府前面那條路啦 不過那條路應該 失竊的可能性非常低吧 應該沒有小都會去拖那邊啦 OK喔 所以理論上只有市民大道 這個地方會有世界的訊息 那所以呢 你會發現呢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其實也是三個邏輯 要不就是先路 要不就先騎 再來就接 要不就到 所以我們如果 同樣的概念 其實呢 你可以怎麼樣 甚至你可以把剛剛的那個 零理區的邏輯有沒有 直接就複製 像這一串有沒有 直接複製貼上 改成什麼呢 改成找路 如果找不到再找接 找不到再找到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那個邏輯幾乎一樣 所以其實公式呢 是可以拿來用的啦 所以你會發現 假如你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 這個是第九個字 里的位置 那我如果想要知道呢 後面那個 路或接或到的位置的話 那我其實可以拿這個公式 比較聰明的辦法 複製一下 有沒有 複製的公式之後 貼到這邊來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路 如果找不到路的話呢 那就幫我找街 有沒有 如果沒有找 找不到就找街 如果再找不到街的話呢 那就幫我找什麼 找到 那理論上應該差不多就是這幾個吧 應該沒有第四個吧 還有什麼 除非資料是錯誤的啦 應該 地址裡面 除了路 不然就是街 不然就到 OK 好了之後打個勾好了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區的位置在 里的位置在第九個 然後呢 路或接或到的位置在第十二個 所以喔 其實我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位置 減掉這個位置 十二減掉三 那就可以取得什麼 來取得這個的位置 所以喔 如果我想知道喔 它這個萬什麼 萬寧切 這幾個字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 把這個在做什麼 用MID 所以喔 文字裡面的MID 然後MID的話呢 把這個資料喔 先給他 你幫我把這個資料 第二個的話 STAR NUMBER就是 這個 零里區 零里區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 這個位置有沒有 阿記得是下一個字 所以把它加1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後面的那個 就是 路接到的位置有沒有 再減掉什麼 再減掉 再減掉這個位置 就是 零里區的位置 按 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全部就OK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只是提供一個方向 這個我想到了啦 OK 你們可以再想想看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沒有的話 當然就不是要突發煉鋼 好 可是問題來了喔 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喔 直接放到這邊來的話 因為我其實啦 應該理論上是 就這邊一次做完 但是喔 如果一次要做完 你會發現那個公式 會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喔 要不就是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 你可以C-C 把這個做完呢 結果C-C之後 在這邊 選擇性貼上怎麼樣 記得喔 不是直接貼上喔 如果貼上的話會錯誤喔 而是什麼呢 而是把這個範圍 複製之後的話 在這邊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直喔 也就是貼上只有直 它就貼過來了 這個資料 你可以把它砍掉就好了 就當成沒這位 不過它有個缺點 就是你看不到 最完整的公式 OK喔 那我們如果假設啦 我不是用只有直的話 那我希望什麼 把剛剛的動作 全部做一遍 直接 就通通放在這裡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特別是喔 其實也蠻簡單的 我們不要分那麼多動作 我們就直接一次喔 一 直接喔 再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不包含等號喔 然後呢 取消一下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剪下好了 剪下 然後直接再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MID MID MID函數 OK喔 最近使用過也可以 最近使用過MID 然後呢 Texter就在哪裡 這個裡面對不對 那STAR LUMBER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在這裡 然後把它加1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是找到那個 裡的下一個字 然後LUMBER CHILE是什麼 把它貼上 一樣是貼上 但是呢 貼上的第一次喔 要把這個什麼呢 零裡區改成什麼 改成路接道 為什麼 因為前面 這個有點像後刮斧的概念 後刮斧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路 然後再把這邊改成接 這邊改成道 也就是找到那個 有點類似後刮斧 後面那個的位置 然後再找道 OK 概念一樣 所以我們直接拿剛剛的 這個公式拿來做修改 然後改完之後的話呢 再剪掉 再貼 所以等於是貼兩次喔 第一次的話是改 好 那這樣的話OK了 不用再減一了 因為我們 等於是 之前是後刮斧 可是現在是這個 路接道 剛好是它本身這個字 所以不用再減一了 然後按確定的話 然後再向下填滿 就有大公告 不過你會發現公式這麼容長 OK 當然呢 實際上它是用貼的 所以我們是把剛剛做完的這一串有沒有 這一串喔 OK 到這裡 實際上貼到MID裡面 然後呢 加1 這個地方加1 後面的話是把這一串有沒有 再貼過來之後改成路接到 然後剪掉再貼一次的結果 OK 其實滿冷藏的 但實際上看起來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公式做完 但是你會想說 那老師底下會不會有錯誤 我後來發現 我檢查過 我發現理論上應該是OK的 但是有幾個地方是不OK的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錯 為什麼錯 什麼叫7號 所以這個應該是公務員的問題 為什麼它給資料裡面 居然給沒有路 我怎麼知道7號 到底是光復里7號 光復里這麼多的路 7號都失竊嗎 不可能 所以這個應該是 他給的資料有問題 那怎麼辦 要不然就Mail給他嘛 跟他講說 你們這個第297號編號 這資料有問題耶 可不可以補正一下 它底下好像大部分 像這個也是這樣 這個是捷運站 捷運站是 那不過應該要給一條路吧 或者不然的話你就Google地圖找一下 那個六張捷運站 到底在哪一條路 你把它補一下 也是OK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理論上我們的邏輯是沒有錯 但是資料本身如果有錯的話 那沒關係 要不然你就是再把資料稍微修正一下 OK 試試看喔 那剛剛做完的那個完成的公式 其實雲端上也有啦 不過我是不建議你們直接用貼的 在雲端白板的第六頁的地方